以前我們有很多機會,現在比較少,因為我們在這個電台很少跟歌唱界、明星界有些訪問、接觸 這裏正界多一點 以前很多,在接觸過程之中都有些難忘的經歷 例如有些明星,也挺有明星的脾氣 不如我們先爆,其實有沒有真真正正最公道的樂壇頒獎典禮 怎樣為公道呢? 一人一票,好像普選那樣選出來 而無論如何,這個歌手出席還是不出席,支持還是不支持該台 甚至會不會出席該台的某其他活動也好 都會因照他應得的成績頒獎給他 但我想說,其實一人一票,這是最理想的理念 但有時候有些歌迷他們會瘋狂地用假票 例如一個人投很多,扯生父母那樣 那又怎樣公平呢?去到那裏 沒有,看人多了 那你就是實名投票了,你現在實名買票也行 哪有人做那麼多事? 實名什麼身份證,每個身份證號才能投一票 那時候我們那個電台都是黃龍德的回計師,都是數一數 其實是不是有人投呢?有很多人投,但有沒有那些叫做 水份,應該叫黃龍德 我們新城那個叫吳龍德 可以嗎?拿什麼到?吳龍德 吳倫德,那個是吳倫德 吳倫德讀快點,大家試試看 如果我不來,你可不可以都包獎給我?吳倫德 吳倫德,還有那時候你們那個櫃台,因為那些獎多套 四個鐘粒斑不實,四個鐘粒斑不實 所以我就是出名,我出名瘋善那個 我試過有,因為我很多年都要幫你們做詩儀 其實我很討厭做那個班章禮,很討厭做那個詩儀 但是那個是榮譽來的,通常做這些 其他DJ不是這樣想的,我心想,大班章禮的榮譽 我心想,你瘋善的,又要正正,聖誕節時間 但是聖誕節正日就要去喝的,聖誕節日日就正式做一個show 很麻煩的 剛才你講到,糟糕,為什麼我這樣做? 我很討厭做,我說我是瘋的那個 我唯一一個在台上會笑自己的 你知道本來出名是沒有什麼獎的 我會說這些,然後高層生氣的 即是沒有一種自嘲的空間 連自嘲的空間都沒有 男高層,男高層,男高層,男高層 男高層對我很好,所以生氣都放在心 那你這個自嘲的豬肉獎也比歌星嘲弄我們這個豬肉獎 真的自嘲比別人嘲,有個歌星上台會嘲弄 上台落那個電台面啊,有一個男歌手 他又怎樣呢? 他又拿著一個獎,然後他在那裡小心 他那裡有什麼獎? 我記得什麼獎? 我記得,最受歡迎 協俠歌手獎 你記得這件事嗎? 他那是誰來的? 剪影 其實沒問題啊,他真的做過這件事嘛 剪影 說一個字吧 吃得hip hop這個字呢 應該不會是唱文過的 不會是陳奕迅 不會是陳奕迅 不會是李克勤 不會是周柏豪 不會是周柏豪 HIPHOP 幾個啊 終於想到一個豬肉 會不會是阮民安的那個人 不會啊 終於想到一個豬肉分給這個歌手 那個歌手也不是阮民安 阮民安 阮民安是十八樓施作 這樣我也想問 阮民安的那個級數 紅一點 其實是不是量身給他呢? 當然啦 量身給你 你還在給我看嗎? 我們每個獎都是量身 當然了 我們要選最佳DJ 那就比肥康偉最佳漏口DJ 量身給你了 你還笑我嗎? 那這個不就像金草妹 就是Oscar之前有個金草妹 最好和最壞 最噁心的就是搞笑的 金草妹 其實新成是一次我彈金草妹獎 那台下的人有沒有笑 或者高層有沒有生氣 之後又再說這件事 即是說這個男歌手 很不尊重 下次就不再給他了 不知道 但不是在乎他尊不尊重你的 他尊不尊重你是怎樣看得出的呢 你會請這個男歌手來幫你做雙方秀 他肯來幫你 你最後就給他一個獎 就是這樣 其實是一個交換的過程 你說多獎那一部分 我自己都覺得不好 但是 聽說有百多二百個獎 八幾個獎 扮五個小時 我還會在台上說過 有句說不用怕 不會等很久 只有四五個小時 我想問 技術性的問 新人獎是否有個人和組合 新人獎是全部新人都先拿一個獎 然後再西一輪 再拿一些比較 西的意思 立刻再飛 跳唱女歌手 有跳唱男歌手 然後不知什麼 美聲男歌手 有很多名目的 懂得說話的男歌手 還有更加懂得說話的男歌手 是的 但是我又真心覺得 是不好的 你問我 我個人都覺得太多獎是不好的 但是如果你用另一個角度 你怎樣平衡 我以前瑞哥的角度 第一 他一定有商業上他需要做的事情 第二 我也明白 他也覺得 你各個歌手有少少的鼓勵 開心心 又不是差 那就是 你比有很多歌手去坐冷板凳七年 每一年都是坐冷板凳 五個月檢討了 如果七年都是冷板凳 你知道 大家心裡知道 跟電台關係又有些 有些因素 唱片公司有些因素 但是呢 好像快表說 如果什麼都可以賣 什麼都可以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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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平衡你怎樣拿 如果個個都有獎 其實等於沒有意思 到底是很難 譬如雙台比較難拿 雙台超難拿 雙台超難拿 下次大家都很願意拿 很願意拿 而很願意拿 我們大家又會去頒獎典禮 到底要不要拿到 又會很努力 要較真 好像在那個感覺 所以他們就上課每個都來發大約 又哭又成功 到底你是愈難拿的人 愈支持你 還是愈難拿的人 愈愈比視你的 你的平衡怎麼拿呢 但如果你個個都有獎 到最後你哄他 怎麼哄得到他呢 他明知道他有的 你明白嗎 所以以獎的大小 以獎的心理 每天他給獎品 最終就是以獎的大小 因為有些獎 我們當時有個自尊亞洲 還是全球 全球自尊華人 例如劉德華 不是劉華就是陳奕迅 陳奕迅和劉德華大家都幫我們 幫我們做很多show 我們兩個都要給他幾分 賭面 一定是大獎去談 最佳男影帝只有一個 不是劉華就是伊神 頭都爆了 李嘉誠現在不用頭爆了 李嘉誠退休了 不做就不用頭爆了 一個是銷量 一個是受歡迎 一個是最高銷量 一個是最受歡迎 但他有一個突出 就是最尾班 那個通常 什麼叫最大呢 唱歌有升降台 升上去有煙花 一定是那個 一定是那個台去到最尾 但那個就不是拍大 全球什麼歌手 通常都是他 如果是劉華的 一定是唱歌一首歌 走出來的台 那個台會懂得升 升到那麼多 四邊有煙花 你說這個呢 如果以前香港電台叫傳媒大獎 就是拿了所有其他電台 和所有媒體 傳媒大獎是四台聯班那個嗎 四台的傳媒大獎 計算所有的獎項 最厲害了 我記得那時候 我不開名 可以開那些我們也可以開名 不可以開名那些我們就很廢 不可以開名都會開 不過咪後開 四台聯班有一年 這幾個屯門高層 是罵得很不愉快的 接著我聽過好幾次 是收了線之後說髒話 那些 是不是大家四個是傾一個人出來 然後第二天出來 在記照搭著肩膀拍照 一定 記照 鏡頭下面什麼都會發生的 然後我又會在旁邊 結果那一年是誰 忘記了 忘記了 太多了 你剛才說什麼 快必本來在說 說什麼 在說那個班獎 為什麼會去到這裡 小學七年級那個班獎 剛才說什麼 陳小明 那個班獎 說什麼 朱玉獎 另外說一下歌手 泰道 嘻哈大獎 就串你的台 對 還有的 剛才Mio你說 有時接觸一些歌手 都是比較囂張的 囂張的 我又不開名 Ben是比較好朋友 那時候的商台 我見過他也是班獎禮 一起在廁所阿尿 我這樣而已 不一起在廁所阿尿 還在吹水 聊天是爽的 大家爽的 雖然大家都知道大家是誰 我知道他是 歌星 他也知道我是Ben 但是我又不覺得他很傳 因為你那時候去廁所 但他做事 有些人去做事的時候 是另外一種 但是我聽過人說 聽過人說什麼 他小時候已經傳 因為是師兄弟 你這樣縮小範圍 縮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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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縮小了 他對你怎樣 那次在商台我訪問他 我寫了一堆題目 當然是一至十條問題 好像有一條問題 跟他剛才結婚 要給他看嗎 你為什麼要給他看 我訪問他 我當然會放在我這裏 你一定會看得到 是是是 他一手拿了我的問題子 就插了那條題目 他不想回答那條 那條也不是很尖銳的 不照問 他插了你 不是很尖銳的 很臉黑 臉都黑了 但是那條問題 不是很尖銳的 不是令他難堪的 那條問題 你的發線 是不是從小到大都這麼高 不是那些 不是那些 因為那天應該是銷售他的唱片 即是新歌的 那我就好像問到他和他老婆的事 新婚沒有多久 那可能真的會有敏感 他就不說一些私人的事 他就不想 這樣就插了他 那我覺得這麼壞 這個不夠 我純粹告訴你 他也是插你的東西 我上次那個 被我看見他一段 因為在在 中了一個通雷琴行的樂隊房 因為在做大秀之前 是Band Hu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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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不會死 不過我也不能拒絕 是你大個歌星 給他看 蛤?他比我還要出後 我不做了 我不是押軸嗎 這個意思是嗎 是的 意思是 他不托某一個女歌手 是比他更後 在他們眼中來說 越後就越大顆 如果你把那個放在後面 就變成我們重視那些 他就扔了 我不唱 走 如果他真的這麼說 你可以說 越後越大顆 神石嗎 哈哈 膀胱石 膀胱石 是比神石大顆 要這麼大顆 我們要學會怎樣 和打歌星人 你這種比較 我也再說一個 余僧親口說給我聽 這個是余僧 要開名 這個要開名 但是他講那兩個歌手 我就不開名了 是 施策 學壇流行榜 班獎禮 班獎禮 一直以來 都是某一位歌手 是拿大獎的 影帝或影后的 最簡單 什麼施策 什麼金獎 你自己猜 年度男歌手 金獎 是的 一直都是那個歌手拿的 拿了幾屆 幾年 很小的範圍 很小的 自己想了 那一年 在小時候 有另一個歌手 追過了他的頭 他就不想去叱策 余僧就遊說他 就說回讚人熱淚的說話 遊說那個歌手 又是另一眼的頭 又是另一眼的頭 交給你 歌神張學友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不要亂說 我剛才舉個例子 結果那個 被人追上了那個歌手 是有來到的 沒有去到 最終都沒有去到 其實他信心不大 他真的 面對不到 到時真的坐在那裡 僵硬的笑容 能生又不能屈 這些就真的 所以校長就最厲害了 我不拿獎 我不拿獎 你總之如何 我不拿獎 我只開演唱會 你應該去到某個位子 才可以說這些 許貫傑 這樣才可以 難道現在周派我講 還有你去到最後 你不給你才說不拿 就死定了 最高峰的時候 遠民剛才說我不拿獎 沒有 沒有想著給你 大哥 麻煩你借借 你可不可以 還是先染黑頭 哈哈哈哈 好 我上個星期遇到他 聊了一會兒 OK啊 沒事的 不要亂猜了